好,那亲爱的ePlan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ePlan公司的技术顾问,我叫Jacky 那很荣幸今天能够在这场用户大会中与大家交流 透过这次主题,我想和大家聊聊 ePlan在助力工具机产业 推动数位转型的成功经验与最佳实践 那机械产业是台湾第三个兆元产业 而工具机产业在国际舞台也深具影响力 产品早已跳脱过往低价竞争的模式 那目前在中高市场也有着非常不错的成绩 仅次于德国、日本以及意大利 那不过因为受疫情、全球经济以及国际局势的不稳定性 正在对我们产业造成深刻的影响 那使得各个工具机厂商也都在积极地寻找新的出入 并探索像是数位转型、软硬体整合 以及推动智慧制造等方案 举例来说像是国内工具机大厂东台 也正在采用SOI的新产品策略 将机电设备NES以及软体整合起来 打造一个全方位的客制化解决方案 那像是龙哲科也正在打造数位制程 那期望实现生产资讯的数据化、可视化 这些都是工具机产业在数位转型的时候 可以采取的一些有效的策略 那甚至这阵子很火红的这个ESG、SDGs 那随着欧盟提出碳边境的调整机制 设备使用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 也将成为另一项工具机的评估标准 那今天在座有许多嘉宾也是来自于台湾工具机产业的知名企业 我相信大家都已经对这些挑战以及解决方案有了深刻的认识 而ePlan正是一个强而有力的平台 可以帮助工具机产业实现数位化转型 设计资源的整合 以及实现产业智能化的推动 那在正式开始之前 容我简单的向各位介绍一下我自己 那大家好,我叫秦佳琪 认识我的人都称呼我为Jackie 那作为ePlan台湾的技术顾问 我主要的工作是协助台湾的客户 推动电器数位化的转型 以及提供他们标准化的资讯 那我个人也拥有将近十年的这个工程软体的经验 专注于KCAN以及PLM等领域的软体解决方案 那这次的主题我主要是想跟各位介绍一下 日本百年工具机大厂D&G Morin的电器数位化转型案例 首先我会先简单的介绍一下D&G Morin这家公司 让大家了解一下为什么D&G Morin会选择ePlan 来助力他们的数位化转型之旅 那接着我们会将深入探讨D&G Morin 打造这样的一个电器工程平台的成功经验 以及实际做法 那最后我们会将阐述整个转型的过程中 D&G Morin所做的工作 所做的改变 所做的投入 以及最终他们获得的收益 那D&G Morin是全球领先的工具机制造厂 那它其拥有超过百年的专业支持 专注于航态 汽车 模具 以及医疗等领域 那作为一家以客户为中心的企业 D&G Morin在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包含像是工具机的整个生命周期 从训练 维修 保养 到对平等 作为一家全球一家室的公司 其实D&G Morin在全球拥有一万两千名的员工 15座的生产基地 并未来自79个国家 42个产业 10万名的客户提供服务 那根据市调的机构营收统计 D&G Morin在2021年的营收达到38亿美元 那排名全球第三 显示该公司在工具机产业的领导地位 那未来D&G Morin也将持续致力于数位转型 以因应劳动力不足市场数位化发展的需求 然后家职服务以及工程整合 也将成为D&G Morin未来的主要发展方向 那在面对日益严峻的市场竞争 和快速变化的客户需求 其实D&G Morin早在非常早以前 就已经开始实施数位化转型的这个旅程 那很荣幸 E-Plan也参与其中 然而究竟到底是什么原因 促使D&G Morin做出这样 这项决定 其实大家都知道 其实变革对于企业来说 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尤其是对于像是D&G Morin这样 百年的一个日本的企业 那随着全球工具机市场的竞争的不断加剧 然后D&G Morin为了保持在研发上面的竞争力 在2015年 日本升金机选择并购德国150年历史的D&G公司 这也为它带来了全球使用不同电器图纸格式的挑战 那为了因应全球生产基地的需求 D&G Morin也开始考虑共享开发资源 并意识到如果每个电器设计工具的不同 对他们的电器图纸的转换工作 会带来很大的困难 那当时任职于升金机的这个制造开发部的一位研究员 经过我们的访谈 他告诉我们 在导入EPLIN之前 其实D&G Morin都是手工来制造他们所有的生产文件 这对他们来说产生了很多的错误 那电器图纸也是收到 德国收到这个PDF以后 在日本再次转换成CAD的数据 这也导致了很低效的这个工程流程 那D&G Morin将基台的标准和选配的图纸 采用分开创建和管理的做法 而盘场也是根据他们所收到的订单规格 人工重新编辑 再创建一份完整的图纸来实现一记一图 那这些过程其实非常的浪费时间和能力资源 然而日本跟德国大家也都知道 他们的盘场其实对于盘柜的制造 也有着不同的理念以及制造工艺 然后这导致了制造所需要的一些讯息类型也不同 那两边的规范不同 其实这也阻碍了这个标准化的推行 因此统一日本跟德国的表达方式 也成为E-PLANE导入以后 期望建立的第一个全球标准 那最后就是他们也整体的缺少一个电器的工程平台 来帮助他们积累 没有办法有效的去积累工程式的一些know how 然后集中管理他们的一些设计数据 以及在集团海内外也没有办法共享他们的设计资源 那对于DMG-Morning来说当初选择E-PLANE的最主要原因 也不单单只是拿来取代他们现有的设计工具 而对DMG-Morning来说 E-PLANE其实是作为他们的全球标准化的电器设计交换格式 来帮助他们不同国家来可以使用相同的标准 那通过自动出途来期望打通这个与盘场之间的制造的数据流 来使得制造周期能够更加的缩短 然后也使用E-PLANE可以更妥善的去积累他们工程师这些know how 作为数据的积累共享给所有人 那同时E-PLANE也可以作为广义的PLM的存在 那集中管理他们所有跟电器设计相关的数据 来将其体现在产品以及流程当中 所以使用E-PLANE其实不仅仅只在提高它的电器设计的工作效率 同时也是提高他们设计到制造和服务的流程效率 降低他们的成本以及缩短工具机的制造交货的时间 那接下来我会用一段访谈影片来让大家更深入的去了解 那这个影片是由E-PLANE总部负责全球大客户的顾问 带我们来了解当初DMG-Morning所面临的挑战 以及为什么他们要选择E-PLANE Efficient engineering has always been the central focus of development at E-PLANE providing rich and complete data has been a daily task for engineers on a daily basis medium size and large size companies have been using it already for years but how do we get there? DMG-Morning decided to use E-PLANE What were the challenges that they were facing in engineering? What are the key points to implement efficient engineering? One of the key points for DMG-Morning was to be able for the future to have the new engineering capabilities with a new software solution based on the industry 4.0 Our sophisticated E-PLANE platform is a perfect solution for this engineering task One of the next step is to have a high level of engineering data and over our E-PLANE data portal we provide all our customers with a very easy and flexible access to this huge range of E-PLANE and product data.The next level is for the DMG-Morning to set up a global international standard What does it mean? It means for the international for DMG-Morning it is mandatory to have a centralized globally standardized components and therefore we have built up some macro projects to build and to manage as a set up and to manage all this data So how important is it to have digitalized data? This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engineering process Then at one hand side is other 3D data the baseline for the schematic generation and of course also for the perfect manufacture integration and even of course with the task to do this without any paper So it is crucial to have a complete digital E-PLANE project as a global standard for engineering Can this be achieved using current processes or do companies have to change their processes to implement this? Of course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a change process in the engineering task and therefore was necessary to make a decision then otherwise is of course not possible to achieve the next higher level for the engineering Can the experiences and methods of industry 4.0 also be used in engineering? Yes this is also a very important task for DMG-Morning with the capabilities to build up called digital twins and over this capability we have the complete possibility to support at one hand side the engineers for the engineering and also for the complete manufacture integration We see new business modules What does it mean for the E-PLANE for the future? E-PLANE's focus has always been on data consistency, data transparency and integrating that data into existing processes Our goal is to provide a global standard for controls automation design What does it mean for the future? 那看完這部影片 我相信大家都已經對DMG-Morning當初 到底為什麼要導入E-PLANE的核心理念 有著更進一步更清晰的了解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看DMG-Morning在E-PLANE導入的過程中 他們做了哪些的努力 那DMG-Morning在導入E-PLANE實施全球標準化的兩年的期間 採用分階段的實施計畫 那總計投入了267個顧問天 在全球分別部署了100多套的E-PLANE授權 分別用於電器、流體以及3D的盤規布線 這也包含通過客製化開發 他們也結合了訂單選型的自動出途系統 在每個階段E-PLANE顧問也都參與其中 給予支持以及指導DMG-Morning來建立他們的標準 那E-PLANE的經驗也幫助DMG-Morning 優化了他們整體的一個設計流程 在2016年第一台E-PLANE設計的原型機已經準備就緒 那在2017年 DMG-Morning也開始投入了 生產採用E-PLANE設計的控制盤規 那對於DMG-Morning來說 電器設計標準原先也是使用日本的JIS標準 在諮詢的過程中 E-PLANE顧問也基於DMG-Morning面向全球化標準的目標 給予一些建議 那讓DMG-Morning也意識到 採用IEC國際標準以及面向功能的匯圖方式 其重要性與好處 那早期DMG-Morning的盤規設計 也是採用傳統的CAD的2D layout方式 這對他們來說造成了一些困擾 像是2D帶來的可視化的不足 沒有辦法很好的確認3D空間的一些干涉情況 那空間的利用率並不會是最佳的 時常需要與生產待會來回的反覆確認 那電纜的長度、電線的長度 對大家來說也都像在玩一個猜疑遊戲這麼的困難 那沒有辦法在設計階段檢查到生產時 可能會遭遇的一些問題 所有種種上述的問題 其實都可以通過POPANO這樣的一個虛擬樣機 提前在設計階段提早驗證製造的結果 那整合設計到製造的數據流 其實為DMG-Morning以及其供應商帶來很大的好處 一家DMG-Morning的線材製造商 像我們所述 我們現在可以用新的方法來優化我們的製造過程 那該供應商其實目前正在使用國際大廠 COMEX的自線機 他們幫助DMG-Morning來製造機台所需要的一些線材 那現在DMG-Morning可以向線材廠商直接提供 出土的概念搭配既有的訂單選型的規則 進一步的優化他們的電控設計流程 最終其實對於DMG-Morning來說 E-Plane的導入以及E-Plane的合作 究竟到底為他們帶來哪些收益以及好處 那其實歷史兩年 其實DMG-Morning在與E-Plane的合作下 其實建立了E-Plane的全球化的電氣工程平台 最終他們獲得了以下的一些好處以及收益 首先就是滿足全球生產所需要的一些標準數據 提高他們的一個生產效率 然後在生產階段通過整合與盤廠之間的工作流 來降低他們大量的人工以及材料的成本 那在設計階段也保障資料的正確性以及一致性 來提高他們的一個產品的質量 那改善客戶體驗 萬一像是工具機在客戶工廠發生了故障 這個時候其實會需要一個能夠快速反映 快速反饋設計的一個系統 這包括更新數據以及將其反映到製造過程中 並對其進行優化 那最後就是加速Time to Market 縮短他們設計到製造的一個週期 加速他們產品問世的一個時間 那其實D&G Morning從2015年與E-Plane合作至今 其實仍然我們E-Plane仍然持續的提供D&G Morning一些協助 包含在一些E-Plane的一個平台以及工程流程的一些優化 那就像前陣子我跟這個負責D&G Morning的一個E-Plane的日本顧問 我們做了一些交流 那他告訴我 其實在2019年 E-Plane德國的顧問團隊仍然持續的幫助D&G Morning在德國Profiton的一個生產基地 然後幫助他們分析E-Plane導入以後 他們的平台以及功能使用上面以及設計流程的一些現況 並提供他們一些改善的一些優化的建議 那在2023年也就是今年D&G Morning也計劃將現有的2.8版本 全面升級到結合雲技術的2023版本 那進一步的期望他們提升他們在3D設計上面的一些設計效率 那通過雲平台其實也進一步的可以優化他們的一個數據管理以及共享的流程 那同時也將與Winchair PLN的系統進行一個系統的整合 來實現電器原理以及布線資料的工作流程的標準以及整合 那在今天主題的最後我還有一則小故事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有一群美國汽車業的高級主管他們一起來到這個日本的車廠參觀他們的產線 那在產線的末端好不容易車門要裝上了 但有一件事情其實兩個國家的做法不太一樣 在美國這個工人在車門裝好以後會用錘子來拍打這個門延 來確保這個車門可以緊密的與車體貼合 但日本車廠完全沒有在照程序 那美國汽車業的這個高級主管就很疑惑的問說 你們日本車廠的生產線到底在哪道流程來確保車門有緊密的被結合 那日本車廠這個導覽員其實就笑著回答說 就在設計汽車的時候 他們從一開始就設計好自己想要的結果 那如果結果不如一起 他們也知道問題一定是出在生產流程開始前的某個決定 無論是美國車也好或是日本車也好 其實車門都能緊密的貼合 但日本車廠不必僱用一堆的人工以及購買一堆錘子 那其實大家也都知道日本的車的車門好像還比美國車的還耐用 那這個無論這個美國的車廠這個橡膠錘 其實也是象徵著許多個人以及組織的一個領導模式 那其實往往大家都是碰到計畫以外的問題 就會採取一連串的補救措施來達到本來預期的一個結果 但這些補救措施難道真的可靠安全嗎 那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始於初衷 從開始就要把事情做對 那短期而言其實兩種做法的結果似乎差不多 但只有一種能創造長期的成功 而關鍵就在於一般人看不到的因素上面 那我相信這些人都了解完美的車門始於設計 不是靠事後的調整以及補救 這也是ebrand的核心價值之一 在設計的一開始就想辦法把事情做對 那只有這樣才能創造長期的成功 為我們的客戶帶來他們長期的一個價值 那相信接下來為我們要即將帶來 下一場演講的一中經紀的劉經理 他也一定是因為完美的機台始於設計 這樣的原因 使得他們的企業在一開始選擇ebrand 那這也才讓我們今天有這個榮幸 能在這邊聽到他為我們帶來的這個成功案例的分享 那以上就是我今天演講的所有內容 感謝大家的聆聽 謝謝大家 謝謝